大家好 最后我们谈谈历史上的酒人与酒令 酒人是指喝酒的一些人 喝酒呢是个大问题 我们把历史上呢 具有文化的传统的酒人 具有呢学养的酒人 称之为酒文化人 那么按照酒德隐形和风噪频率 历代的酒人呢 可以分为三等酒品 那么上等是雅清 他嗜酒为雅氏 银耳神智清明 中等呢 中等酒人呢 为俗和浊 淡于酒而臣俗流 气味平泛 臃浊 下等酒人 恶乌 他酗酒 无形 伤风败德 我们来看一下 上上品 当属酒圣 历史上许多文学圣人 思想责人 他们呢 饮酒不迷信 醉酒不为德 相反更见情操之伟案 品格呢 之清俊 更助事业之成就 代表人物便是 诗仙李白 陶渊明 那么李白的千古绝唱 枪敬酒 这里呢 展示了他的部分内容 均不见 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 均不见 高唐明镜 碑白发 昭如 青丝木成雪 人生得意 须尽欢 末世金锥 空对月 千生我财 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付来 那么这首诗 抖起来呢 让人对决 潇洒 酣畅 生出 万丈豪情 那么上上品 酒圣 李白 他的一生呢 郁郁而不得志 酒 能够是他 压抑的心情 得到释放 从而 创造了许多 伟大的诗作 那么上中品酒人呢 可谓酒仙 虽饮酒多 而不识里度 不迷本性 为潇洒 替堂的酒人 代表呢 当属 豆腐 唐代诗人 豆腐 那对后世文台的影响很大 豆腐的影中八仙歌 道不尽诗人内心 对酒的痴狂 上下品 可谓酒嫌酒懂 喜欢 有度 虽偶有至罪 但不阅度 谈吐举止中呢 何归 纠然儒雅绅士 谦谦君子风度 此类人呢 精于鉴别酒味 酒至可谓之酒懂 代表人物当属 苏氏 那苏氏呢 每饮酒 必有大作 我们著名的 明月几时有 把酒未听见 那就是苏氏呢 饮酒之后的一个名众 中上品呢 可谓酒吃 沉迷于酒 而迷失姓名 沉沦自呛 达到迟迷的一个地步 代表人物当属 东汉末年的著名文人 蔡庸 那么蔡庸擅长文学 书法 博学多才 燃性淡酒 没饮酒 无拘 常常呢 饮至一时 又长啊 酒醉在路上 食人称曰醉龙 中中品呢 就是一些酒癫酒狂之人 死中人呢 多豪饮癫狂 酒后时有悖论 为人情之事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啊 喝酒成瘾 酒后食言 酒后失态 代表人物呢 有足灵七贤中的 刘灵和软忌 刘灵呢 喝酒上瘾 那到后期的时候呢 喝酒呢 身体呢 发抖 不舒服 他的妻子就说 不能再喝酒了 一定要戒酒 那么 刘灵对他的妻子说啊 是的 我要戒酒 但是戒酒之前呢 我要先用酒啊 肉啊 来祭祀一下祖先 祭祀一下神灵 他的妻子呢 信以为真 拿来了酒和肉呢 让他作为礼物 进行祭祀呢 那么 刘灵呢 跪在 酒神之前 说道 天生流灵 以酒为名 一饮一壶 五斗泄成 妇人之言 甚不可听 啊 他把用于祭祀的酒和肉啊 全都喝完了 说道 流灵 以酒为名 我一饮呢 可以喝一壶 喝五毒呢 也只是行行酒而已 那我们做人呢 饮酒 最多呢 要达到中上品 酒吃 这么一个阶段 像流灵这样的 酒店酒狂之徒呢 也不为我们所学习 那中下品呢 可谓酒荒 此辈人呢 沉眠于酒 荒废正业 妾偶有 使弃 贝德之行 下等酒品之人呢 反饮必过 沉沦于酒事 少有善举 嗜酒如命 饮酒妄命 酒后发狂 有恶 嗚 酒徒 酒鬼 酒贼等之名 为常人所吐气 最后呢 我们讲一下酒令 酒令呢 也称为 行命饮酒 是酒席上饮酒时 助兴 劝饮的一种方式和游戏 我们最早的酒令呢 就是投壶的形式 王希兹 在蓝情序中 记载了著名的酒令活动 屈水流伤 那么在夏立的三月上市日之人们呢 举行完福仪仪式之后 大家都坐在河区的两边 在河的上流呢 放置酒杯 酒杯顺流而下 当酒杯停在谁的面前呢 谁就要吟湿一手 或者呢 喝酒 直到今天 取水流伤的故事呢 在我们呢 民间也广为流传 另外一种 酒令方式呢 就是后人啊 用花来带起酒杯 用顺序传递 来象征流动的取水 我们称为击鼓传花 那么在传花过程中 以击鼓为点 鼓生指 传花一指 那花停在谁的手上 就犹如啊 漂浮的酒杯 停在谁的面前 那么 在《红楼梦》啊 第五十四回里 也有对击鼓传花的一页描写 首饰里的酒令呢 很多 我们知道的呢 用划拳 又称货拳母战 是一种首饰酒令 划拳呢 由于简单一行 故呢 在民间流传 很广 是所有的酒令中 最有影响 最有群众基础的一种 那 有关 划拳呢 到我们现在呢 今天呢 人们就认为啊 在酒店里面 大声的划拳 大声喧哗 可以 声震乌鱼啊 不礼貌 那么 但是呢 作为一种 首饰类的 酒令 那么在我们的民间啊 农村呢 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最后啊 酒令呢 也有 头子类 我们熟称 骰子 猜点兽的大小 骨牌 游艺 猜谜 等等 那么 红楼梦呢 在第六十三回 那贾宝玉过生日的时候呢 众群方啊 开夜宴 席间呢 便有一个 支 骰子 抽象牙 花签 签字的一个游戏 最后 有关呢 中国酒文化 渊远流长 博大清深 这里呢 仅给大家介绍了一些 很少的内容 希望 在日后我们学习 传承 中国酒文化的同时 能够做到 适量饮酒 量力而行 谢谢大家